Hello 这里是彭子 今天是4月17日 为大家带来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的真实拿货行情 以前滑翔杯真不如当年 人气也少了很多 首先来看到这个是13 Pro Max 128GB的 这个橙色总体还是比较亮的 幕后盖基本上都是比较亮的 边框有细微的使用痕迹而已 已经没有磕碰 这个电池效率也还行 88 这个咱们32张就可以到手了 这是一个黑解的 只要你不还原刷机的话 它就是无所的存在 PACA只用也支持在线升级的 这里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 我当卡特机的行情出 回收的咱们第一点出 这个综合体验跟15系列都差不多 后这个也是回收的Vivo系的iQ Neo7 这个可以说性价比是很高的 而且带原装120瓦的快充 这也是9293星左右 这个还有官方半年多的保修 屏幕显示都是完美的 而且这个机器是天机9000加的处理器 目前的性能也是完全够用 而且系统体验非常流畅 直屏的作为备用机或者玩游戏都是不错的 那这个13张就可以出 性能体验只比现在2000左右的新机型 那市场挑一个13 Pro Max 256GB的 这个机型也是掉了价 但是没有掉那么多 现在像这种95星左右的拿货已经来到41张半了 之前维持很长时间是43张左右 目前掉价相对比较多的是14系列 为这款机型综合使用也是比较好的 相比之下14系列掉的比较多 F有45张 后再去找一个华为的Mate 40 128GB的 这个当作备用机是非常适合的 内存比较小 这个是小花城市 因为在市场上如果找重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二手机特别是这种型号比较老的 就不要调那么好橙色 因为好橙色大多数都不是纯原装的 这个咱们拿货17张 比较小平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